盘点一下影响日本的台湾人 唯一入选日本棒球名人坛的台湾选手吴昌征 在日本被誉为赚钱之神的邱永汉 有着不死鸟之声的围棋界传奇人物林海峰 歌舞机听到创始人林以文 嗨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社长带你看日本 大家好 我是社长刘洋 上一期的影片中 社长给大家介绍了四位在日本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台湾人 包括泡面之父安藤百福 建筑大师郭茂林 艺术女神翁茜玉 以及文学巨匠陈顺诚 可以说他们每一位都在自己所在的领域里大放异彩 这期社长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另外四位同样优秀的在日台湾人 影片开始之前还是跟大家提一嘴 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去到台湾 去各个城市开复日投资移民的分享会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就能看到我们最新的分享会的动态 欢迎大家来报名 好了 那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 这次最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唯一入选日本棒球名人团的台湾选手 吴昌征 喜欢棒球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棒球界现在最炙手可肉的球星 非大谷相平莫属 他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 作为罕见的头打双修二刀流选手 在美国职棒大联盟 以全票拿下了MVP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在70多年前 日本职棒就曾出现一位 号称远祖二刀流的传奇选手 他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二战前后 曾效力于巨人队和板神队 来自台湾的吴昌征 吴昌征于1916年生于日聚下的台湾台南厅 父亲在台湾制堂厂工作 他是家中第二个孩子 吴昌征在学生时期就读的是嘉义农林学校 这所学校以棒球而闻名 2014年大火的电影《Carno》 讲的就是这所学校的棒球队的故事 吴昌征在嘉义农林上学的时候 曾在近藤兵太郎教练的指导下 四次打入甲子园 并获得1931年夏季甲子园大赛的亚军 当时因为钉鞋不合脚 而赤足在甲子园训练的吴昌征 还获得了裸足的人间火车的外号 毕业后吴昌征加入了日本职棒联赛的名门 东京独卖巨人队 凭借着左投左打的技术特点 吴昌征迅速征服了巨人队的球迷 加入了巨人队的第一年 就成为了先发中外野兽 吴昌征究竟有多优秀呢 他曾以100公尺11秒的速度成为倒垒王 同时又拥有能够远投100公尺的臂膀 还曾两次获得打击王 再加上还能胜任投手一职 吴昌征可以说是一个极具四项全能的选手 但事实上吴昌征的静态天赋并算不上优秀 身高只有167公分而已 有着如此恐怖的体格 全靠的是平时扎实的训练 1943年吴昌征以打击王的身份 成功当选日本职棒的MVP 赛季结束后 吴昌征决定退出巨人队 准备回到台湾发展 然而这个决定却因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变故 当时的台日航线 有着美军潜水艇攻击的危险 吴昌征只好留在日本 加入了板神老虎队 有意思的是 在日本职棒暂停比赛的1945年 吴昌征还运用他在嘉义农林学到的知识 将板神老虎队的主场 甲子园球场的外野草地 改成了种满芋头的菜园 前面我们说到 吴昌征是元祖二刀流 他的打击率常年保持在联盟前十 而作为投手 更是于1946年的6月16日 在与东京参议员队的比赛中 缔造了无安打无失分的记录 在那场比赛里 对阵的30名打者中 没有出现一次安打 令人叹为观止 1957年吴昌征宣布退役 结束了超过20年的职业生涯 这是首次有职业棒球选手 能够达到的成就 吴昌征不仅仅是一个二刀流选手 他更是创造了无数令人尊敬的记录 为了表彰其在棒球领域的杰出贡献 吴昌征于1995年和2018年 分别入选了日本和台湾的棒球名人堂 下一位要介绍的是 著名作家、实业家 在日本被誉为赚钱之神的邱永汉 邱永汉一生与金钱为伍 但是由于他的公司没有一家上市 并且财产分散在日本、台湾、香港、美国等地 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总资产到底有多少 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邱永汉绝对是日本屈指科属的超级富豪 邱永汉于1924年出生于台湾台南市 高中毕业后邱永汉来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留学 二专结束后邱永汉又回到了台湾 当时的台湾正值白色恐怖时期 邱永汉因为参与台湾的独立运动 受到国民党通缉 几经波折 邱永汉于1948年的12月偷渡逃亡到了香港 一无所有的邱永汉面对光怪陆离的香港社会 没有畏惧退缩 他坚信在香港这个处处以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里 只要敢拼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机会 给偷渡者做向导 替走私贩跑腿 用蹩脚的英文给杂志社投稿 邱永汉一边勉强维持生活 一边寻找赚钱的机会 很快 机会来了 1949年 邱永汉在帮客户跑腿的时候 偶然间得知 二战后的日本 由于盟军司令部的严格管控 物资极其缺乏 像砂糖啊 胶鞋啊 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 在日本市场呢 都能成为抢手货 邱永汉还发现 当时外国人是允许邮寄救济品给日本人的 只要分量足够少 就不会被海关没收 这简直就是发财的绝佳机会 邱永汉立即做起了 类似今天的海淘生意 用仅有的几百块港币作为本钱 用了两年的时间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万日元 物欲横流的香港 让邱永汉积累了财富 却也让他感受到精神世界的空虚 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邱永汉 对麻将和赌马呢 都没有太大兴趣 他在骨子里啊 依然是怀念每天讨论 巴尔扎克和哥德的大学时光 他依旧对文学还有向往 而在这时 生活也把他向文学推了一把 婚后一年半 邱永汉有了孩子 但孩子却患了一种怪病 香港医生建议他们去日本治疗 1954年 邱永汉一家启程前往日本 他一边陪孩子治病 一边呢也趁这个机会 开始文学创作 与一门心思写作的文人不同 邱永汉的商人思维 为他拓宽了路子 他一边以自身的经历进行创作 一边毛遂自荐 将自己的作品 邮寄给日本文坛的大家们 好处啊 很快就显现了 他的前两部作品都因得到 日本文学大家的推荐而出版 1956年 邱永汉的小说 《香港》获得了日本文学最高奖 植木奖 日本文坛震惊了 因为此时的邱永汉 不过才32岁 只出版过两部作品 而且呢 还是一个外国人 此后 邱永汉开始在日本女性杂志 《富人公论》上连载 关于如何赚钱的文章 当时的女性杂志内容大多都是恋爱 结婚生孩子 邱永汉的文章呢 让人眼前一亮 读者纷纷来信 称赞他写得好 随后邱永汉将连载文章集结成书 起名为金钱读本 这本书直接让他成为了月入百万日元的作家 此后啊 他对金钱类的文章兴趣更大了 并准备把内容向股市延伸 邱永汉此前呢 对股市并没有研究 为了写文章 他订阅了日本经济新闻进行研读 日本经济新闻有个预测股票行情的专栏 由经济学家们撰写 邱永汉细致地观察了三个月 发现这些说得头头是到的专家们啊 预测的结果常常和实际相距甚远 与其听别人教导 不如亲自上阵实践 邱永汉拿出两百万日元杀入股市 一年后账面价呢 已经升至五千万日元 增长了足足二十五倍 而他在周刊上推荐的三四线的股票呢 也让众多读者赚了大钱 所以呢 赚钱之神 股票神仙的名头不敬而走 邱永汉在采访时透露说 他选择股票呢 主要是依赖于自己对生活的观察 例如有一次他参观汽车博览会 看到年轻人对汽车有着浓厚的兴趣 尽管当时日本的汽车工业还很稚嫩 但他还是坚定地买入了丰田的股票 多年后这只股票给他带来了巨额的回报 1964年 正当全日本处于迎接东京奥运会的热潮中 邱永汉却及时束手 从股市中抽身出来 转而把赚到的钱投入到不动产 他认为投资不动产 可以让人躺着都能成为富翁 首先土地的总资源是有限的 不像工业品那样能够大量复制 只要有土地稍加利用就能带来收入 其次经济发展好时社会购买力强时土地会升值 经济衰退时政府容易滥发货币引起通货膨胀 握游土地还能起到保值的作用 再者土地还可以用来抵押贷款 用贷款还可以继续投资 可以说土地就是最好的投资品 基于这样的思想 邱永汉坚持买地买楼 在东京的繁华之地 他竖起了十几桩大楼 时至今日 这些不动产的价值早已超过了千亿日元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初 台湾股票暴跌 货币贬值 地产滞销 经济形势一片惨淡 因在日本产业界舆论界极有影响力 曾经的通缉犯邱永汉 受到台湾当局的盛情邀请重返台湾 此后他在日本先后组织了15批投资考察团 到台湾 投资兴建了邱永汉工业园 设立了众多工厂 为台湾经济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下一位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台湾著名旅日骑士 有着不死鸟之称的围棋界传奇人物林海峰 爱看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 金庸先生十分爱奇 他笔下的《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 《碧雪剑》里的穆桑道长 还有《天龙八部》中的段玉等等 都是围棋高手 分别先生所布的真龙棋局 却是奥妙无比 而现实里金庸呢 也拜了一位围棋大师围师 他就是林海峰 林海峰于1942年出生于上海 四岁时随家人移居台湾 七岁时开始下棋 九岁就赢得台北中央日报 举办的全国围棋赛的冠军 是200余名参赛者中年龄最小的 被认为是围棋神童 林海峰人生的重要转折发生在1952年 那一年呢 有昭和其胜之称的旅日骑士吴清源访台 林海峰受邀和吴大国手于8月3日对议一局 赛场设置于台北中山堂的光复厅 当时林海峰年仅10岁 这场对议呢 引来了千人为官 当天吴清源让六子 但林海峰舍弃了自己常用的杀棋手段 温和的一再退让 最终输了一幕 虽然呢 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但此局给吴大国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同年受到吴清源鼓励的林海峰正式赴日学期 来到日本后的林海峰 先是在京都的吉田道场开启了学期之路 后转学至东京 申请成为日本棋院的院生 当时的林海峰虽然有天赋 但还是年少贪玩 到了新环境 只是想着到处去玩 后来经过棋院老师的严厉教导 才静下心来 我是喜欢到外面去玩 就跟小朋友一起 下棋一开始没什么意思 1955年林海峰入段成功 这也意味着13岁的他 成为了职业骑士 这个年纪就入段 在棋院市场也是绝无仅有 日本棋界为之轰动 入段6个月后 林海峰又于大手和赛中 击退资深骑士 刚鼓三男 晋升二段 随后林海峰正式败吴清源为师 日本的围棋竞赛相当多元 林海峰当时参加的正式棋战 就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种叫大手和 一种叫新闻棋 前者是升段赛 最高可以升到九段 后者是棋院与新闻媒体举办的重要赛事 著名的名人战 本音访战 骑胜战 都属于这一类 而入段与头衔 都是判断专业骑士 是否属于一流的最重要指标 1965年 已经上升至八段的林海峰 在名人战中对上了板田荣南 他是与恩师吴清源 并列昭和最强棋手的人 赛前因为胜负心作祟 林海峰心神难以平静 因此前往小田园拜访老师吴清源 吴清源跟他说 你今年才23岁就有这样的成就 老天都这么厚待你了 你还有什么好急的 和板田荣南这样的高手对决 胜负对你都有好处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平常心 把胜负支支度外 以平常心应战 方能摆脱胜负心的束缚 最终林海峰以四胜两败的成绩 击退板田荣南 职业生涯首次获得名人头衔 成为当时日本围棋界最年轻的名人 林海峰一战成名 在日本掀起林海峰旋风 此后林海峰又在本银坊战挑战成功 成为史上第二位 也是非日籍第一位 同时具有名人和本银坊头衔的骑士 说到林海峰的骑风 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 坚毅和韧性十足 吕吕在骑赛中逆转取胜 他永不放弃的精神 让他在骑谈被誉为不死鸟 在长达60余年的职业生涯里 林海峰获得的荣誉不计其数 日本职业围棋界中的七大头衔 林海峰曾获得六项 他还实现过天原头衔的五连霸 在2002年获得日本棋院所颁发的 名誉天原头衔 林海峰缔造了许多经典名局 在日本漫画《骑林王》中 塔石名人和藤原左围对弈的棋局 原形即是出自林海峰和一田季基的对战 现年81岁的林海峰仍活跃于棋坛 他在2015年取得了职业生涯1400胜 是继赵志勋之后 历史上第二位突破此记录的棋士 最后一位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林语文 看过歌舞伎厅案内人李小木影片的朋友 可能有听说过 新宿的歌舞伎厅作为日本的第一红灯区 他的诞生和发展 跟三位台湾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们三人被誉为歌舞伎厅的华侨玉三家 可以毫不夸张的讲 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歌舞伎厅 而这三人当中最被人熟知的就是 Hugh Marx集团的创始人林语文 林语文1913年生于台中雾峰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 中学毕业后为了逃避日本殖民政府的兵役征兆 他前往东京中央大学留学 并从那时起一直居住在东京 二战后他与姐夫一起在日本经营家药厂 生产止痛片等当时稀缺的药品 从而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随后他将这笔资金用于不动产的开发和买卖 大量购入了位于新宿、中野、山病等地区的土地 最终他将目光转向了尚未开发的购物集厅 在二战爆发之前 在新宿车站附近有一家著名的红模仿剧场 这是一座仿巴黎蒙马特的讽刺剧场 屋顶上有一个红色的风车 可以容纳400名观众 每天上演各种各样的舞台剧 自开幕以来一直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 包括菊池宽、川敦康成等作家都曾前往观看 然而随着二战的升级 红模仿剧场在1945年的东京大空袭中被移为平地 这让热爱戏剧的林以文非常沮丧 因此他决定购买土地并重新建造剧场 1947年的春天 全新的红模仿新宿座在购物集厅重新开业 红模仿只是一个开始 同年12月 林以文出资修建了购物集厅第一家电影院 新宿地球座 迅速成为当时东京最时尚的地标之一 这里放映了日本国内第一部彩测电影 卡门归乡 也让许多日本人首次接触到了外国的电影 1953年为了进一步跟上娱乐潮流的发展 林以文在新宿建造了一个更大的剧场 新宿Odeon座 这个剧场有1500个座位 并引入了更高级的宽屏电影技术 成为当时日本最大的独立剧场 再次改变了娱乐产业的格局 战后的东京在废墟上迅速复兴 各级厅周围涌现出各种剧场 逐渐形成了一个繁华的街区 考虑到人们对休闲娱乐的多样化需求 林以文拆除了原有的新宿地球座 建造了更大规模的新宿地球会馆 这是一座大型的综合娱乐设施 不仅提供购物 餐饮 还有电影院和音乐厅 格物机厅如今流行的各种表演秀 最初就起源于这里 1958年 林以文又成立了汇通不动产注视会社 扩大了经营范围 随后他于1965年创立了电影公司 John Pack Film注视会社 即现在的HUMAX集团 这些企业至今仍然具有竞争力 被认为是台湾企业家在日本取得的杰出成就 商业杂志《实业界》曾经对林以文进行了广泛报道 称他将战后一片废墟的格物机厅 打造成了繁荣兴盛充满魅力的布业城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对这位台湾华侨的高度赞赏 今天你走在新宿街头 仍然可以在格物机厅看到许多由HUMAX集团建设的 电影院 卡拉OK 宝灵球馆等等 关于格物机厅的华侨玉三家的另外两位的故事 以及新宿格物机厅和台湾人的渊源 也欢迎大家去观看李小木的影片 好了 透过这两期的影片 八位影响日本的台湾人 到这里就跟大家介绍完了 不知道他们的移民故事对大家有没有什么启发 当然除了在日本 在其他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杰出台湾人涌现出来 比如黄仁勋 李安 王建民 曾雅尼 林书豪 周子瑜等等 都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台湾之光 他们不仅展现了个人的才华和努力 同时也受益于新的生活土壤 移民的精力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机遇和开放的思维 让他们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 这正是移民的优势所在 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变迁 更是一个全新的机遇之门 让台湾人才得以在世界各地闪耀光芒 为自己和台湾带来骄傲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评论 当然也欢迎大家扫码报名 我在台湾举办的分享会 期待与大家面对面的交流 我是市长刘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